总部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说 美国国务院2013年国别人权报告中国部分 既点出了重大问题又提及了许多个案 用克里国务卿的话说就是事逢其实 中国今年是六四二十五周年 那么六四以后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这种矛盾的 这个靠着维稳的这种模式啊 这个压制的话呢 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全面爆发的一个临界点了 高文谦说国务院人权报告是对中国新领导人 习近平当政一年来人权倒退的总体评估 那么经过上台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 那么人们的话呢从这个希望到失望 有相当一部分的变成了绝望 而这个一个重要的标志点呢 就在于打压新公民运动 这个这个给徐志勇判刑 居住在纽约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认为 今年国务院的人权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 对共产党在中国的定位与以往不同 那就是准确的定位了这个党领驾于国家国法之上的这个位置 报告对当局任意拘禁打压公民也有比较深入的描述 陈光诚认为从提高公民权利意识的角度来讲 人权报告完全可以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 但是陈光诚说报告对酷刑的描述还不够深刻 但事实上这个酷刑是没有法律约束的 关注中国劳工权益的中国劳工观察说 国务院人权报告可信度高 可以起到普及人权信息的警示作用 中国劳工清权的问题一部分是基于一个执法的欠缺 然后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些跨国公司 还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些民企 他们不够尊重劳动法 但最严重的还是同工问题 同工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劳工标准 就是要消除这个同工的问题 然后近10年10年来可能15年来一直有这个同工的案件 但是还是一直没有没有消除这个问题 刚文前说人权报告发表后重要的是要继续追踪 那么我希望呢明年美国政府 美国国务院在发布这个年度人权报告的时候 能够就今年所提出这些中国人权状况 存在这些无论是大的问题还是具体的个案 能有一个具体的回应 这些问题哪个问题解决了 哪个问题改进了 哪个问题依然如故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话呢 把中国政府给盯在那块 中国劳工观察说 美国政府应加强约束美国企业 在中国侵犯当地劳工权益 美国政府需要可能要创造一些新的立法 或者法律去约束这些美国的企业 去中国侵犬的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